3月8号妇女节这天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受证给通过花木兰计划 考取四种证造的女力代表获得热烈掌声 响应三八妇女节开创女力多元职能和就业机会 也因应超高龄化社会来临 基隆市政府合作北安福伦社 台湾维光行动协会 爱立合作社以及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共同推动基隆的花木兰计划 也就是培训中高龄女性以及二度就业妇女 考取包括造福员证照 小客车职业驾驶证照 BLS急救证照 以及造福员单一技术证照等四种证照 投入基隆市的长照服务工作 因为基隆准备要做一个最有爱的城市 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 让基隆的妇女二度就业 这些想要在二度就业的妇女 想要在重回职场的妇女 这些妇女们她们都能够有所经济独立 我必须要说 再回职场对一个女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不仅回馈国家回馈社会 更重要的是你回馈你自己 因为你觉得你会非常的重要 只有你觉得你重要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出你自己 像一朵盛开的花 我很感恩今天有这么多的人 愿意帮助所有有机会 重新再投入职场的女生的忙 我们对照顾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有四照合一 四个征照合一 这是多么不容易不可思议的想法 我们希望现在的女力 其实女力不止四照 如果要可以时间更长 她们十照都可以 女性的坚忍 女性的智慧 女性的创意 女性的勇气 那都是对事件产生 极大不可或缺的力量 所以在专业照顾的领域里面 不会只是传统大家所想象的 透过这一次花木兰的计划 我们让现在的女力 我们希望女力 为什么需要考职业驾照 大家会想职业驾照 这做什么呀 我们有一种想法 不是只是我们期待 好好的在照顾这个长者 或者障碍失能者 我们更希望不只带她出去看医生 更希望带她去玩 如果她可以 所有人不要去医院 不要逛医院 而是去逛我们基隆 这么多美好的景点 去欣赏这个世界 这么多美好的地方 那么让生命 比较艰难的旅程的这一段 无论是病人或失能的人 他们都能够享受一段 不是只是病痛 而是最好的最后一段 美好的人生 出席这场活动的 还包括基隆市卫生局长 张贤震等人 而根据这项计划 初期先培训30位以上 基隆地区中高龄 以及二度就业妇女 目前都已经培训考过证照 将投入长照司机等服务行列 让女性朋友 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 为基隆的社会福祉 敬一份心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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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